9点26分 欢迎您取锁定中天新闻 立刻来聚焦最新的现场了 二相待掌国护士 目前的内政部长李鸿源也表示说 见得暴力 我们立刻连线记者邱顺文告诉大家 顺文请说 好 主播内关心 这个炉竹香代表对护理人员 掌果的事件引起社会的哗然 当然呢 也有护士呢 集结集气要来讨公道 不过今天的内政部长李鸿源很巧 其实之前呢 他也认识王贵芬 他们也有一面支援 但是呢 他同声的谴责暴力 但你听一下李鸿源说法 细节我不清楚 但是我们一定会要求 桃园陷阱局把他这个厘清 假如有不当的这个作为 我们一定会来追究 但是我们希望在法律面前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所以我们一定会要求这个 我们会把整个细节弄清楚 那你说他几面支援都是公开场合 什么东西 跟这个王贵芬是公开场合 碰到 当然是 当然 当然是 我们没听到外界的主意 是不是这个王贵芬在报案的过程中 警方有包庇呢 对此呢 李鸿源是强调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不过呢 外界问他们是不是有私交 他强调过去是在清明党的时候 有过一面支援 后来王贵芬到国民党 其实他们没有太深入的这个交情 所以无法对他的个人来做评论 以上一支立法院执行状况 先进套后再跟我评论 好 来看到内政部长李鸿源 谴责暴力 是来自立法院执行的三集